欸 贵子 身为我的指导律师 我有问题想要请教您 欸 你说 就是啊 美国知名歌手小甜甜不然你为何害怕父亲的监管 新工作者真的不配有工作权吗 反送中运动为何显出抗议者要遭受酷虐的酷刑 维吾尔族被中国奴役生产棉花 引起许多品牌商品抵制 中国人真的有吃西方人权这一套吗 一些卡是怎样 请指导律师不要打算我的问题 我要继续问 跨国同婚什么梦音场 棒球员超警惠假球案 如何引用无罪推定 COVID-19核酸检测是否成为迁徙自由的绊脚石 原住民的传统领取回木材是否触犯怯道 禁止穆斯林妇女穿袍是否一个错误的法令 你这样问我这样怎么回答 啊 没关系啦 反正上述的问题其实都有答案 没错 就是我们的新书 我们又出新书了 但是我们这本书叫做 公民不妨从生而为人 如何有尊严的活者 国家能制止人民吗 能投票就是民主吗 防疫就能限制出入境吗 收入低就该饿肚子吗 30堂基本人权思辩课 透过30篇的文章回答刚刚的问题 也告诉你30个人权议题 没错 这本书比较难听刚刚的问题就知道了 所以有兴趣挑战的听到朋友 赶快到节目资讯来点击购买我们的新书 公民不妨从生而为人 如何有尊严的活者 我是桂智 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好啦 洛宇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 也顺着我们之前这个选举的话题 很多的听众不是很喜欢那个 我们做各国选举吗 终于要拉回来做台湾的选举了 拉回本土了 对 拉回本土了 那我们聊台湾的选举制度有点无聊 我们从台湾的候选人开始聊起 候选人比较有趣 对 因为大家对国外候选人就比较陌生 先从选举逐制度文化开始 就真的找一个国外的候选人来 谁知道是谁啊 对 而且有个很大的问题 洛义没有要不要跟他沟通 英文太烂 英文太烂 所以我们今天从台湾的开始 那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师弟这边开始 师弟在中山区 在中山区 那中山区旁边是 这个中正万华 中正万华区 因为我曾经在万华 住了不少年 住了九年 我曾经在中正区上学 上了十一年 对 东吴大学在中正区 对 所以我们今天找了 中正万华区的一位 市议员 对 那我们来欢迎他 来让他跟我们聊聊 到底市议员在做些什么事情 好 我们欢迎台北市议员吴佩毅 大家好 我是佩依 在隔壁中正区 化区 化区而来 那不免俗的嘛 大家通常其实听到一个市议员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充满了很多的好奇 就他是一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在新闻看得到 你在这个走在路上看板看得到 对 那其实对他充满 既熟悉又陌生 对 对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 那到底为什么会想要出来选议员 对 因为佩依是很年轻 年纪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出来走政治这件事情 到底是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激发你出来走政治 法科电台之前邀请过很多政治人物来的 对 那市议员的部分的话 最早就苗博雅嘛 对 后来是瓜吉 嗯 后来还有黄杰 嗯 还有其他市议员嘛 好像没了 好像没有了 对 像苗博雅跟瓜吉 嗯 还有黄杰 请他们介绍 市议会的一些 生态 生态 对 那这一次交请吴佩依来 嗯 吴议员来 嗯 就没有再聊市议会生态了 对 已经聊够多了 聊够多了 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因为市议员的工作 但除了在市议会里面 做一些运筹帷幄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嗯 要在地方上面 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要帮忙找到一些地方上面 需要协助改善的地方 没错 因为他是协助地方上的选民 地方上的这个市民 嗯 去反映一些问题 到市政府这边来嘛 没错 对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吴佩依 吴议员来 嗯 我想要听看看 因为吴佩依 吴议员 他是在中正万华的这个选区 嗯 做很多的这样子的工作 听听看 因为中正万华在台北 讲直接一点啦 想到就觉得是又老又穷的地方 哦 哦 我就直接贴标签了啦 对 这标签先直接贴下来 对 等一下看这个 标签会不会被吴议员把他死掉 好 佩依可以把他死掉 对 对 我想要先问问看看 佩依说 我就直接问好了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选区 嗯 因为佩依是一个 这个也是个标签啦 年轻漂亮的女性 嗯 跟中正万华这个标签 是差距很大的 哎呦 你这个标签贴很大哦 对 我就是直接从这个 很偏见的刻板一样出发 好 就我今天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佩依 嗯 就觉得跟这个选区 我在这个选区毕竟也是 我虽然不住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在这边 因为东吴大学 我从大学到研究所 至少也大概11年 那 东吴城区部是在 总统旁边 对 算中正区 对 那下课会到南机场去吃饭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有的时候去西伦町 嗯 在这个地方待了算是 蛮长一段时间 嗯 那给我感觉是这个地方 文化气息上面 是比较 传统一点的地方 嗯 感觉起来 选民我的直觉上 好像跟佩依的 散发出来的这个 人格特质 是很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很好奇 为什么佩依会选择 想要在终身万华来参政 好 我觉得我今天非常像 回到大学参加社团的时候 因为我大学的社团 我参加台大佐水西社嘛 我们社团里面几乎都男生 然后呢 都非常爱讲话 哈哈 就这样 都口才都非常好 对 然后实际上我们只要一进到社办 他们就开始 聊一些很深刻的议题 然后每个人都很有高见 这样 然后我们就会在旁边听 然后心里有一些评论 这样 哈哈 好 那 大家 你们最好奇的是说 为什么我要选市议员吗 为什么想要参政 或是为什么我这样子的人 会来选市议员 对 其实我 我很少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都常觉得说 我为什么想要参选 为什么想要参政 或是我为什么选这一区 那都是我个人的故事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 这关民众 如果我是民众 我会想说 不管你的故事就是在感人 然后或者是说在动容 但是关我批事 嗯 我觉得如果我是民众的话 我会想要在意的是 那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对 你是谁 你过去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你家的事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这样 但是呢 呃 作为朋友 当然我 我 你们对我有好奇 我觉得很感谢 这样 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参选 其实我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坦白说 从小大大都是 然后我是摩羯座的 嗯 然后所以我基本上 不大讲话 就可以不讲话 我就不讲话 但是我在上 进大学的时候 我读台下政治系嘛 那 那是我第一支援 为什么会念政治系 也很奇怪 就是我 我高中的时候 是参加热武社 第一个我完全不想上课 就是完全没有 上课完全没在听 我几乎在睡觉 然后呢 考试几乎都 没在准备 我记录都是全班 倒数三名的那一种 然后呢 就是我完全摆烂 摆烂型的 就考卷几乎是零分的那一种 我就是完全摆烂型 因为我非常的不想上课 但我国中成绩很好了 然后我 最后我支撑 我觉得把国中 可以念完的原因是 那时候 因为我每天要问我妈说 为什么要读书 然后我妈都很生气 因为我妈觉得 我这句话是在 是在反折据 是在说我不想读书 我说我不是 我是真的是一个问号 OK 我要知道 我为什么要读书 我才有办法 为这件事情而努力 对 我如果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怎么有办法 全心去做它 这样 那我妈每天都很生气 因为我就三不五时就 她在洗碗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妈妈 我为什么要读书 她就会很生气 她就觉得叛逆 对 她就觉得我很叛逆 可是我真的没有 我完全不是一个叛逆的人 但是我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样 对 然后后来呢 我唯一找到 暂时一个替代理由 就是说 进到高中之后 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了 高中有很多的社团 然后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自己去发挥 这样 你念哪个高中 大人给我理由这个 金妹女中 OK 然后想好 跟我妈一样 我想我跟你妈 你妈是我学姐吗 对对对 就是太阳神的女儿 对对对 最近要改运动 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对 还有出新闻 很多学姐觉得很遗憾 这样子 然后记者有访问我 还访问我 说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那你也觉得很遗憾吗 没有 我说学妹高兴就好啊 我说毕业了高 什么事 对对 好 总之呢 就是 我就找到一个 暂时替代理由 就努力的读书 然后好险还有考上金妹女中 虽然我爸很失望 他就什么不是北一女 就考上金妹女中啊 然后总之呢 就是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高中进去第一堂课 然后开始不是发 开始发课本啊 什么等等 我觉得 这完全跟国中一模一样耶 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既然要给我再来一次 我真的 整个人崩溃 我真的整个人崩溃 我没办法 面对老师 然后所以我第一个礼拜 我都是趴在桌上 我就没有 我不愿意 张开眼睛 就是我觉得 不可能吧 就是我以为我已经超脱 结果居然要给我再来一次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崩溃 就心理上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是一个 比较敏感的人 对 好总之呢 为什么讲这个 总之呢 我后来又暂时 给自己找到一个替代 还可以活下去 的理由就是呢 那不然我去跳舞好了 高中开始有射传 对对对 然后其实中间我一度 因为我的腿比较粗 进一班上的时候 都会先经过那个走廊 就是我们拔河队 在练习的走廊 吉美女中拔河队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有名的 对 所以还有出一个电影嘛 对 然后学姐就还有看上我的小腿 然后呢 就不认识学姐 还有来班上问我说 你要不要参加拔河社 这样 我说不要 我要参加热舞社 对 好总之 我又站着找一个T在里 然后我在 在跳舞这件事 让我当时 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样 然后呢 我也有我的伙伴 总之我又觉得 好我可以参下去 但是所以当时我是一个完全 就外面的事件 都不关我的事情 然后不可能会去看新闻 不可能会去关心政治 什么事情都跟我无关 我就是每天 就是开开心心的跳舞 这样的一个人 对 然后到了高三的时候 我记得是 就是恰巧看到一个新闻 那时候美国的 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嘛 嗯 然后卸任他 那一年来台湾访问 然后就有很多演讲 讲出席公开场合 我就在新闻上面 看到一个访问 类似他 他类似就是讲了说 台湾跟中国 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类似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想说 他在说什么 就是我完全 完全不懂台湾政治脉络 然后因为我上课真的没在上 所以我都忘 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我只看到 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说 他在说什么 嗯 OK 你是认真的困惑 认真的 想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对 可是呢 心里又想说 是美国前总统 应该不可能乱讲话吧 对 该不会我们真的不是国家 该不会他讲的是真的吧 对 就不可能吧 没办法 接受这个问号 对 所以我就开始 开始很认真的去读台湾的历史 然后找这些资料 就自己开始找资料等等 你稍微了解台湾的历史脉络之后 你就会觉得 天哪 台湾这个国家 真的命运 我们的宿命 真的非常的 悲哀 对 以悲哀 以坎坷 就太可怜了 然后就太夸张了 太不公平了 太不合理了 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这样 然后呢 就很天真的想说 好 那时候刚好也要准备考试啊 就又需要一个理由了嘛 对 你就想说 那不然 还是我以后去当外交官 会不会我可以 帮台湾做点事情 对我会不会让这个事情 有一点帮忙 这样 暂时又找到 突然开始找到人生的目标 每天都是要 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不然没办法继续下去 这样 好像好像是这样 然后可以哦 然后就开始 非常认真的准备考试 这样 就如愿以偿了 进到台湾政治系 可是分数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填国际关系组 只填政治理论组 那也很厉害 可以考到台大呢 对啊 就那一年闭关 这样 OK 好 不过有一个 私人因素 因为我爸在那一年 因为起来就过世了 在我高三那一年 对 然后所以说 我就有一种 好像要完成 他的医院的那种 情绪勒索 那 对 反正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已经每天都在化妆了 就比我现在的妆还要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这样 就是睫毛膏 我一定要擦非常多层 然后隐形眼镜 就是要带有颜色 才可以上学 然后最高是在那一年 我全部的化妆品 我真的就收到一个抽屉里面 我就开始素颜 一整年 对 然后就关在一个角落 就拼命念书 这样子 因为我爸跟我讲了一句话 说 因为我爸住台大医院 爸爸已经帮你先让台大探路了 哦 这个很厉害 这个 这句话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对 对 好 所以我就是如愿以偿考上台 就是这样 好 总单进到学校的时候 我觉得又是一次的崩溃 因为台大政治系的老师 真的很烂 哦 对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是 这个可以播 我们老师是姜以化 哦 那真的 然后是德佑光啊 我那时候 我那年 我还 我其实是比你们老嘛 大概大年五六岁 对 张亚忠 张亚忠啊 对张亚忠 我大一国际关系 而且是必修 不是选修 识之鱼 识之鱼 对 都是必修 就逼我大一进去 我想说我这一路以来 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一年没化妆 然后叫我 近台大叫我听 石之鱼 其实姜以化的理论 是还OK的 就是他是一个认真的学者 对 但是脑袋有点部分坏掉 这样 但是该学术的部分 他是扎实的 姜以化的学术 没有展现在他的政治上面 他自己后来承认 是吧 对 然后石之鱼是完全歪掉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嘛 这里面 我跟他看他投书 我真的是会吐血 对 但是我要实体的 听他讲 那政治更吐血 每个礼拜都要一次 而且他要考试 你考试他 还要写他学术 政治心理学 我觉得 这个心理 怎么了 然后呢 张亚忠一大一进去 就教我们要出卖台湾 出租台湾 他就出一本书 你们知道吗 出租台湾 他的书名叫出租台湾 对对对 出租名是不是有旺 但是理论就是这样 他的理论就是说 台湾应该要是可以像是一个联邦制 所以比如说我们台北市可以划给德国 然后呢 我们可能新北市可以划给美国 这样我们就进入联合国 我们就进入国际社会什么灯灯去 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怎么可以让我考上台大之后 进来跟我上这种课 回到清末时期变主解 很生气 这个白话翻译就是我一年不化妆 结果碰到张亚忠 对 你可以了解那个崩溃的程度吗 真的崩溃 真的崩溃 所以我就 我真的就疯 我当然就疯狂的翘课 我不可能去上他的课嘛 然后 那所以我又找到一个替代品 就是就加入了学校社团 叫佐水西社 刚好我那年进去的时候 这个社团反而是导舍了 因为台大有一段时间 学运之后 就是也百合 学运之后 社团里 学校里面有很多意义新社团 什么大兴大陆啊 什么等等 然后大家总是要找点事情做嘛 因为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看 对 可是后来基本上都导舍 这些都导舍 大概十年以上 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在我进去的前一年 就上一届的学长节 想办法去把佐水西社 辐舍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宗旨 因为佐水西社之前 我们去掉学校的记录 以前的宗旨是 研究布袋系啊 哦 等等的 他最早创色的时候 是520农孕的时候 哦 ok 可是后面就变起很多遍 然后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宗旨就是台湾史 然后台湾文学啊 什么等等 我在那个社团里面 就结交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然后呢 同温层就是后到一个爆炸嘛 然后同温层 真的后到一个爆炸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 那个时候外面 学校外面发生的事情 是叫做红山居 嗯 要刀鞭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 对 然后呢 所以呢 那个时候 大家看我们是 可能比现在的1450还要糟 就是任何 你只要是 标榜自己是 那时候还没有台派这个名词 嗯 你只要说 比如说我们会办什么 正男容纪录片放映会 比如 只不过给你们看一个纪录片而已 也没叫你们要干嘛 只不过办个这种东西 人家就会觉得说 这民进党的青年军 进来台大 民进党把手伸进台大 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民进党的任何一个人 真的不认识 而且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觉得说 那时候我们对民进党的那些党工也是觉得 敌意嘛 就是觉得 因为那已经是阿比恩尾声了 也不是说敌意 你知道就是恨铁不成钢 不成钢 然后你们害我们在学校里面民生那么差 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大 终极目标是一样 可是我们方法好像不大一样 对 但其实那时候也是来自于我也没有认识他们任何一个人 可是信任基础还不够 从外面的形象 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 从外面形象 民进党好像一个贪腐的政党 对 然后 那个时候民进党的形象是崩坏的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同学说 他们在那个男生宿舍里面的垃圾桶啊 就是有很多什么阿扁的那个纯纤桶啊 什么娃娃就都一直被丢掉 那一段时间 对 就是刚刚在崩坏那个时期 总之我的年代是那个年代 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那几年 然后也参与了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热身运动嘛 对 然后开始会定期的去统治大幼 对 热身运动 OK 热身 对 OK 然后也开始会去参加定期参加 统治大幼行啊 等等的 就是基本上你的知识武装已经准备完成了 对 大概是这样 然后你基本上我觉得你人生已经不可能有别的可能了 嗯 比方说 嗯 因为我长得算比较可爱嘛 就是可能也会有外面的交友之类等等的 但是呢 基本上 你只要聊大概超过五句话 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我不会再跟他讲话 哎 这个这个络艺有 相同的经验 对对对对 就是你 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选择非常的少 少 对 不管是你的工作 还是你的感情 嗯 所有的事情 人生选择非常的少 就如果说 那种到不同步 就是我的脑袋已经装好了 嗯 我可以改变空间很少 对 所以台湾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不是我的人 然后不是就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人是 对是我们以后要服务的名状 就是说 但不是你的菜 有一半人都不 对都不可能跟他结婚 然后呢 可以当朋友 可是没办法当伴 对对对 我还是会帮他做选民服务 对对对 但是 但是他就不是我这样 有一半的人都不是 然后呢 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我就已经蛮底定说 我一定是做政治工作 但是呢 至于我是要做 实务的政治工作 还是我要做政治的学术研究 还是我要做 幕僚 政治相关的媒体 对幕僚可能就 也就属于从政 也是从政一块 这个范畴了 我没有很确定 是 然后我又觉得 以我自己的个性 嗯 我应该不太适合抛头露面 然后我应该也不太适合 太多要面对群众的工作 所以感觉好像学术跟媒体 比较有可能一点 对 后来我就去清党研究所嘛 是 研究社会所 然后去做田野调查 等等等等 好 我觉得我们时间有限 我刚刚要切入到 为什么后来会从政 那我 但是我后来第一份工作 是在小英英教育基金会 那时候是蔡英文第一次 选总统落选之后 他就没有回到民进党部嘛 就成立一个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 那时候他们在做的事情 是比如说一些什么 偏向教育计划 然后我进去的部门 叫社会利益发展中心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负责 跟社会的团体 可能不只是社运 或是社会倡议性的团体 NGU啊等等的 去了解他们 在关心什么事 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些事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我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会进去 完全不是因为我认识蔡英文 或是我认识是谁 我会进去是 因为大学的时候 我们会去参加图博的活动 图博是什么 图博 图博特别的活动 就是西藏权益的活动 对对对 然后也会去 我们是那种万用的 郑南荣基金会 陈文成基金会 蔡瑞悦舞蹈社 这三位一体的志工 就是转型正义的相关的活动 万能志工 因为呢他们人都很少 然后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 愿意参加那种活动 都是老台派 然后呢就唯一 找到有一群 就是万用志工 对所以呢 常常这些NGO活动 都是同一群人 在互相串联帮 对对对 我们就是负责 到各个厂口去 帮忙搬椅子啊 然后发资料等等 就是万用志工啦 好总之就是 我当时认识了 那时候在 郑南荣基金会的 秘书长叫杨长正 然后后来他因为 去小英基金会嘛 小英长要去帮忙 然后就知道我快毕业 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帮忙他 我就OK 这是我可以做的工作 可是当时我其实都 一台在准备托福考试啊等等 我就想说 想要出国 对想说先来这工作 是OK我可以接受 然后但是还没有很确定 自己到底要干嘛 这样 在那边工作不到一年 就发生了318 2014年 对就发生了318 那318的 风云变色 前几天 前几个 应该说前 从反服貌开始 那些参与者都是 我们的学弟妹嘛 就是都是好朋友 所以都是有在 密切保持联络 即便我已经毕业 在工作了 所以有一些 有时候一些 场合我们也会去 然后到318 前一天 那时候他们应该算是 私下的大动员 就是自己 可以有的人脉网络 把它动员到极致 这样 那这个动员到极致是说 因为已经有准备 要做一个计划 可是那是不能公开讲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都是找 熟悉认识的人 对 所以那天我是有做好准备 说那一天就是要进去 这样 但是以我们过往的经验 都是绝对会失败 对不对 就是坐下来不久 一定会被抬走 怎么可能不会被抬走 如果那天的预期是 冲进去之后呢 很快就被拉走 那天是认为说 冲一半绝对会被拉出来 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 绝对都会被拉走 不可能最后可以 顶多好 上一次就野草莓的时候 做过了一夜 这样子 其他绝对都会被拉走 所以我也没带什么行李 我知道说我那天要去 可是我就穿普通的衣服 这样 我也没特别请假 结果就冲进去了 然后就出不来了 然后手机就没电了 所以我也没请假 然后呢 我整个直接翘班 翘了大概两个礼拜这样 我隔天出来有电了 所以我有打电话 跟我的主管就养上整个 我跟他讲一下说 我可能这几天没办法去上班 然后他们其实也都在现场 他们也都知道我们在干嘛 这样子 然后所以比如说隔天开始 他们又很想要参与 我们又不想让他们参与嘛 就觉得 就是你们之前没做好 现在才会搞成这样啊 你们现在来要干嘛 就只能在那边送包子啊 因为他们就说 那个董事长很关心 这下很关心啊 现在需要什么 然后董事长就是 我就说你们就送包子啊 不然你们还可以干嘛 对 就是你们该做的 你怎么都没做啊 好 总之就是那两个礼拜 对我人生生咬 我觉得也是影响巨大 OK 就是说 回来之后 我就很认真的在想说 我如果要留下来的话 我就要去加入民进党 我如果不要加入民进党的话 我就要离开这个工作了 我就赶快出国读书了 要走学术了 对就是我就离开 我就不要留在这边了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处在一个还在观望的状态 那时候基本上我在观望嘛 就要做决定了 我想说我来观察一下 他们在干嘛 然后如果觉得有兴趣 也许我可以去做这样 但是我毕竟 那个基金会当时还不是党部 对 在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政治 然后那时候也知道说 蔡英文就在讨论说 他有没有要回去民进党部 因为他回去 他必须要去争取 那一个党主席的位置 对 那可能会经过选举 那当时的党主席是苏贞昌 那蔡英文一直也是一个 以和为贵的人这样 所以说他就 他本来是认为说 他就在基金会就好了这样 那未来有没有要选第二次总统 那都是可以另外准备的 没有非要去 进去党部不可这样子 他个人的意愿 可能是比较像这样 不过318事件发生之后 就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 就是办公室 认为说 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啊 对社会来说 民进党没有做不对 毕竟这个要迁服帽 是马亦久的事 可是呢 民进党作为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必须要让整个公民社会 学生还要打破玻璃 冲进去立法院 然后整个公民社会 全部去包围立法院 静坐要搞到一个这个样子 才有办法去终止 马亦久的这个 这个恶行 这个一个最大在野党来说 不管基于什么理由 他都是不称职的 在野党没有 对啊 没有办法 你不觉得很废吗 如果 如果我们那时候 不是民进党的话 我肯定觉得很废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超多朋友都在里面的 或是在立委办公室当助理啊 什么 其实每天都有在密切联络 那他们之前都会跟我们讲说 是基于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挡啊 因为他有程序的问题 等等等等等等的 那时候我们就毕竟还是一个愤亲嘛 其实他们也没有错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议员的身份的话 他们也没有错 可是毕竟我那时候是一个愤亲 我会觉得你跟我讲什么 我只看结果 对啊 事情就是这样子 对啊 你觉得没做到啊 对好 总之 所以那时候 后来我的决定就是加入民进党 对 所以我已经记得 我是5月20 2014年5月20号 天我入党申请书 这样 就跟蔡英文一起 加入 她是回到民进党 我们是加入民进党 那 因为小英那一次回到民进党 还有一个政见是 打开民进党 还有民进党要年轻化 所以说 就我们都算是有点破格啦 就是我们那时候 有些年轻人进去 然后就比方说 我一进去 我是担任民进党民主学院的副主任 这个民主学院是什么呢 是以前可能也想要参考国民党的 革命实践研究院 就是党校的意思 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个党 因为毕竟党开始茁壮之后 你会有地方党部 然后会有很多层级的干部 你的民意代表 你也有相代表 然后等等的 你可能 大家开始进入到 实陆的选举之后 不一定 那个最初的理念意识形态啊 基本的 你的这些 张纸啊 不一定大家都是 在同一个路线上面 所以希望 可以持续的做培训这样 所以有一个这个培训的机构 其实外面可能不太知道 然后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定期的到地方党部去办 培训的课程 有些是党务的课程 对 啊有些是 可能是有内容的 有些是选务等等 反正我就是进入 在民进党就那段时间 我觉得是 一个蛮特殊的经历啦 就是 真的也让我们做了一些事 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了一个 青年选里长计划 然后我们就到什么全台湾各地去招募 招募 40岁以下 就是一时想不开 愿意来选里长的那些经人 对对对 后来真的有人出来选吗 真的有 蛮多的 对我们那一次招募了大概50几个 这么多 然后选上了超过三分之一 就成绩是算是好看的 那不错 对所以党部长 因为里长其实算很难选 很难选很难选 因为里长比大家想象中的难选很多 里长更吃 再更在地的东西 连结 而且一对一 对一对一 因为里长就是那么小小一群人 你要真的跟每一个人都很熟 你知名度高或低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反而是你要巩固那一小撮的人 瓜吉在他节目上就分析过 他去选里长 他去选里长 他去选不上 对他有说 他说那个社区里的人 根本不听他电台 这种人啊 对他是靠YouTube 对他靠YouTube 搞不好那个社区里的人 根本没有几个人 知道他是谁 对 他如果选上里长 他就可以用那个里长广播器 帮他的Podcast 登登登登播出来 那会有点吵 这样会生气 因为他那个Podcast 才会骂脏话 还要播到半夜一两遍 会真的非常吵 会生气 所以后来选上三分之一的 这样成绩算不错 那成绩还算不错 然后当我回想起来 对那些候选人有点抱歉 因为我们觉得 当时我们有点太贴码心空 因为我们就说 人家为什么要来跟我们选这个 对 然后就说 我们可以帮你们 我们可以陪你们扫街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们招募志工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们做 整套的视觉的设计 然后还有文宣啊 服装啊 什么等等的 然后我们真的也都找摄影师 来帮他们拍 好看的照片 因为通常里长的照片 你们也知道嘛 就那样子 对 通常都是很头发裂缸的东西 背景就是会蓝白建成那一种 那我们帮他们拍很专业的照片 就是大概是平常选医院 才会有那种照片 然后帮他们做所订装啊 然后他们的文宣设计 都很 就是都很好看就对了 所以率水准以上的 非常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是我做的 然后呢 对 不过呢 就是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承诺嘛 就是我们会到他们选区 给他们服选 比方说 最远的有在澎湖马公的 哦 那真的很远 要搭飞机去 对对对 然后呢 有在南投草屯的 然后有在云林 然后也有在宜兰 总之就是说 城乡的差距 非常的大 然后特别是比较 非都会地区 那一个选举的状态 其实坦白说 我在做那个计划的时候 我脑海是没有那个画面的 你知道 用面那个经验 对对 所以呢 后来我们去到现场 然后发现 天哪 我们做那些东西 真的对他们来说 很无用耶 就是 谁关你说 什么 我们都还说 我们设计这个名片 是立体的 不是一般的 然后 想说 谁关你这名片 是不是立体的 重点是 地方的人认不认识你 你跑了多少公庙 你跑了多少村长 然后呢 怎么代表会 然后这些地社区活动 你有没有出现 然后那件衣服 真的 重点只有 那个名字够不够大而已 不是说什么 什么设计师设计 然后还有主视觉 配色很好看 这不重要 真的很不重要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还说 我们会陪你们扫街 而且呢 我们会有 那个 有人会穿玩偶装 陪你们去扫街 就会比较 吸金 对 比较吸金跟有噱头 然后我们真的去到 像尤其是 非都会地区 真的是超级尴尬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完全感受到 他们就觉得 我们是很多余的 因为他人家扫街 重点是 他对着地方的投人啊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要去这个夜市或菜市场 那智智会会长出来陪他 比你那个台北中央党部 来什么玩偶 有用多了好不好 谁管你那只玩偶 是什么东西啊 你什么东西啊 对 然后呢 但是我们因为 因为计划已经有写这部分了 所以我们还是硬着头皮 把它做完 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次 我自己也是 整个上了一课 就是我们 从都会的角度 去想象的选举 跟非都会地区的选举 样态就已经非常不一样 然后一方面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 基层的选举 我们可能有参与过的 从旁 扶选过的 可能都是县市长 因为中央党部嘛 只会负责到县市长 或是总统的选举 所以 其实不是很了解 基层的状态 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 对选举的冲击 然后那时候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有说 既然你要当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你自己是不是也要去选一个里长 由你来当号召 这样 那你就选了 当然是没有 然后想说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被你们骗去 然后还说 叫我选 因为中央党部就在中正区 北平东路30号 那个地方是叫幸福里 中正区幸福里 对对对 就在旁边 对 幸福里跟美花里 你们应该都知道 对 总之呢 就是那时候他说 不然你去 你先户籍过来 你去选幸福里的里长 我想起来我觉得天哪 我真的是好险 我那时候 没有就是傻傻的 我如果那时候选幸福里的里长 我就选不上这一席议员了 就是那个里长 绝对会恨我到一个无敌 因为 除非我选上 对对对 真的吓死我了 怎么那是完全没有想到 两年之后 我就要来选这边的施议员 对对对 好总之我觉得那个是一次 然后但是在我心底 就一直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一直出来 号召年轻人 青年要参政 然后甚至说 既然你想要参政的话 进厨房 不要怕热 对 你也不要怕双手弄脏 那你就自己下来先去啊 就是我们这样去号召别人 那我自己呢 对 有时候我这样子想 就这个我觉得一直放在我心底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中央党部 做这些工作 比方说我有 我有带过新闻部 很处理新闻预新 然后开记者会啊等等的 就每天早上 要先起来把头条全部看完 然后来准备说 如果记者问我们要回什么 帮 等于是幕僚嘛 帮发言人准备这些讲稿 然后我也有带过 媒体创意中心 就是负责 做什么社群影片啊 然后办 办什么动漫 动漫活动啊等等 我做过这些 对 然后 我觉得 我都做得非常的开心啊 然后呢 然后看到 看到 实际上去选举的人呢 也是有开心的部分啦 嗯 但是就不全然是开心的 有时候我会觉得 有一点 我这样会不会过得 我这样会不会过得太好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觉得啊我们都这样这样 出来号召别人 要撩累 然后我们自己每天 就是还是坐在办公室 对 毕竟还是坐在办公室 对 然后加上2018年 那一年 那时候是时代力量创党 那时代力量的巅峰了啦 对 只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那已经是巅峰了 对对对 对对 所以时代力量也推了一整排的年轻人出来 要选议员嘛 嗯 然后我眼看着我们民进党那一年 就在我出来之前 我觉得毕竟没有太多亮点 那以双倍来说 因为我这一区就一度 是余天的女儿 对 余小平要来选 对对 其实我没有 我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应该真的会是她 对 然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困扰我 困扰我很多 你说那个纠纷吗 不是不是 是说 如果她没有来选的话 我可能动机还不会那么强 可能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 对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是蛮忠诚的党工 我觉得我那时候 党魂已经很深了 嗯 就是我觉得 我们民进党在这区 要派出来代表 我如果是一个第三者的话 应该派余小平 还是派我 我觉得应该派我 嗯 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优秀啊 呵呵 你为什么觉得你比较优秀 因为 就是凭什么 凭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有在做政治工作 对 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嗯 然后呢 我也长期 都在 不只是关心 就参与着 嗯 对 然后我知道我 我未来要做什么事 对 我知道还有什么事要做 应该这样说 然后我确定我可以做到 八成以上 对 可能没有一百分 但至少八成以上 这样 那你既然选了万华 对 你有没有看到万华的一些状况 有啊 因为你 我们刚刚在开始录之前 你跟我说你不是万华人 对 那你 可是你选了万华 那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候选人选择选区 会必须他在这边长大 对 可能是有很多的考量 那我们这边就不细谈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 因为录音是没有线 嗯 没有办法玩的聊汗 怎么办 现在才要让他切入正题 我觉得还好 没关系 嗯 跟前面都会剪掉嘛 对不对 不会不会 我觉得前面很紧 前面全部都要留下来 因为前面你的故事 让大家充分了 你这个人 我觉得很好听 你既然选择了万华 那我就想要听听看说 那你选了万华 你有没有看到万华一些状况 那你觉得是一定要改变 嗯 有啊 我完全就是空降型的 没错 就一般人家讲的 空降来这个地方 如果讲你是空降 你会不开心吗 有些人被讲空降 会不开心呢 不会 因为我就空降啊 就是大方承认 对啊 不然我还要骗什么 我就学历出来 我就是北新国小 五峰国中 紧美女中啊 所以我不能有办法骗人啊 就是空降啊 可以讲吗 你来自瑞芳 因为我们家就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啊 对不对 跟我一样 万华虽然台北市房价最低 我们还是买不起啊 对啊 是真的啊 对 刚开路之前 佩一有说她是来自新北市的 对 所以她不是万华长大的 对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 我以前啊 在我真的了解万华以前 我从来没有万华是又老又穷的那种印象 因为对我们以前来讲 我新店嘛 我们住新店 我们光是去景美 我们就觉得说 去到台北市了 就景美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然后公馆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首都的中心 有电影院可以逛街 真的真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我们拿压岁钱玩 我妈会很慎重的 就由我姐带领着我跟我弟 我们三个 然后我妈觉得 说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然后会给我们钱会分散 放在背包不同的那个口袋里面 OK 对对我们来讲 公馆就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了 那我要检讨 万华更加繁华 因为我小时候是念仁爱国中 就是 你是蛋黄 你就是真正天龙人 就是成平敦南边旁边那边长大的 就是你们这种天龙人 才会觉得万华又老又穷 所以念东午 我后报旁边就觉得 这什么地方 我就承认 我就这什么地方 我会有这种反应 那你是觉得怎样 那边路也很大条吗 中华路很宽耶 旁边也有百货公司 也有圆柏 我必须承认 对面西门丁的店家也很多 你要什么这里没有 我承认就是被惯坏 就是东西的街道就是干净整齐 然后路上不会有摊位 然后不会有味道飘出来 路上没有摊位你要吃什么 对我到后来才 你都吃星光三月也没时间吗 都吃那些很像塑胶的东西 过度包装的东西 好 就是我说因为我的背景 所以其实我一开队 我一点也没有觉得 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我是因为深入了解 那他确实穷 就是他的地收入户 然后跟他的老年人口 还有他的新住民 都是台北市第一高的 要不然有些 因为年份不同 有时候会到第二 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 他真的以社会福利来说 整个市政府的资源 投入重点会在万华区 新住民是这几年的现象 那都是相关的社会因素 因为房价比较低嘛 等等 所以很多他第一站 就是选来万华 所以他确实以社会统计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需要社会福利帮助的地方 可是我以前并没有这样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台北市不管 台北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台北市耶 只要是台北就是 只要台北市都是我们买不起的地方 都比我们还要有钱 对对对对 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 好 为什么讲到这个 有没有讲过什么 就在讲万华 你看到万华有什么问题 你看到万华有什么问题 好 然后 所以进到万华之后 因为我刚讲这个 他社会人口的因素 然后加上他的城区 他的街区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没落的 但原因就是因为 他发展的时间比较早嘛 对对 就是蒙假 没错 所以因为他太早就发展起来了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万华人起 真正在地的万华人 土龙人 他们其实非常有钱 对 他们都有钱啊 西门町的屋主 几乎都搬出去了 这边全部都出租嘛 因为他们有钱人 他们是有钱人 有钱人搬出去 龙山市周遭的屋主们 也都是有钱人 很多都已经出国了 都出去 有钱的人都出去了 应该这样讲 有些会往东区去买房子 对 然后我观察到最近啦 比较年轻几年的 比如说要买新房子 就会往板桥去买 对 其实万华本地人是有钱的 大家对万华认为 最穷的那个印象 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 蒙甲公园的街友 对 大家想象的是到街友 可是这些街友 其实多数都不是万华人 九成以上不是万华人 那他们怎么会跑到那边 甚至不是台北人 那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 对 所以他应该说 蒙甲公园成为一个 街友的聚集地 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那就是因为这边物价比较便宜啊 就吃东西比较便宜 然后呢 这个 华西街夜市吗 夜市或说万华的小吃很多 同板小吃真的非常的多 对 你一百块你就可以吃包了 而且可以吃的不错 然后这边的人比较 我觉得真的是包容性比较高 真的比较温暖 对 然后龙三四周遭 因为本来就是龙蛇混杂 我觉得疫情的时候 万华茶店 这个世界 让大家发现到 应该是说 原来有这么多人来万华 你看茶店街那几个个案 一开始那些个案 消费者都是从全台各地来的 对 基隆 板桥啊 什么 然后还有台南 对 就是外线是来的 固定每个礼拜都来 对 好像是有个南部 他是固定每个礼拜都来 搭火车来 对对对 就查理王 对 有个被 有个被牺牲查理王 就是说怎么那么爱来 对 然后后来大家还去解释说 他来不是要去做 大家想象中那种消费 是因为这边人情味很重 对对对 真的是来这边去享受这个人情味 对 他来这边可以获得他想要 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 外来人口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因素啦 嗯 然后加上蒙甲公园这个建筑体 是一个太好的 折封壁 对 然后所以呢 我 其实我非常关注蒙甲公园的 这一个建筑改造的议题 因为这个完全是 马英九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留给万华以及留给台北市的一个灾难 啊灾难啊 怎么说怎么说 这完全是一个灾难 为什么 那马英九也留太多灾难吧 你们觉得这一个公园 建成圆环也是灾难 你们知道这个公园以前是什么吗 鸿甲公园以前 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所以你们就要看 吴沛毅办公室出版的 陪你抱抱 陪你抱抱 我现在正在看 这个公园呢 以前是一个商场 嘿 嗯 它是 你就把它想象成拿金厂夜市好了 好 它是就是这么多摊位 满满满的商场摊贩 ok 有吃的 然后有买的 呃 什么一些进口的精品啊 什么等等 很好的东西 对对对 先当听众朋友确定一下 现在大家从龙山市站走出来 看到的这个公园 对 这个蒙甲公园 就是马市长盖的公园 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你讲的灾难 就是大家搭捡运出来看到的这一块 对 你们现在看到 就是很多阿伯在下棋 对 然后旁边有一些 假装在聊天期在签六合彩的 阿伯 就是那个区块 就那个区块 你们知道我们在说哪里 对 就龙山市正对面 对 的那一个公园 那我现在讲古 在它以前 它其实是一块商场 它以前是充满了摊贩的商场 嗯 而且那摊贩是有一格一格排列好的 ok 它想象成南基厂也是以前在这边 然后呢 呃 马英九呢 那时候就做了一个政策决定 就是要把这些摊商拆迁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摊贩很难看 嗯 嗯 他觉得这个影响适容 然后又刚好因为要做捷运 对 所以呢 他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些摊贩赶到地下室 哦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地下街 ok 有一些就是以前楼上的摊贩 就是我从捷运出来之后的那个地 再去往下走地下 就是B1B2 有一些算命 然后你们永远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那个B1B2 对对对 有一些就是被安置到地下室去 哦那个公园有地下室哦 对 哦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捷运站出来 哦哦哦 捷运站出来 嗯 然后跟那个蒙甲公园的对面还有一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去过 也是有一楼进去也是有吃的东西 哦我知道 叫龙山商场 哦我知道 嗯 我知道但我没有进去过 龙山商场整栋 就是以前蒙甲公园上面的摊贩 哦 他们是被安置户 OK 安置到那个地方去 把他们关进 就是圆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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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本来是一个天然的市场市集 然后你要把它关到地下室 然后跟关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去 然后只要一关进去之后 通通都没落 就死掉了 对啊 好他关下去之后 他那个地方 他就要拿来盖这一个公园 对 然后这一个公园 你们猜花了多少钱 有没有一点概念 几个亿吧 我猜 对 好 三三 五点六亿 要不洗五六亿就很多了 花了二十一亿 为什么 二十一亿 然后呢 他的设计理念是 他要有重现这个中国的宫廷风 所以你有没有看 你站站看那个公园 就是各种角落 就会有一些突然龙出现 对 然后呢 地上要磕一些五行星球 我什么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就是要一些中国的色彩 对对对 然后所以为了要重现这个宫廷风 才会有那一个屋檐 有没有那一个摸字型的长廊 嗯嗯嗯 我这样 看起来有有像那个古装剧里面 可以拍摄的景点吗 看来马英九有一些 非分之想 想要成为 现在开照片的话就比较要想象 还是 有这个摸字型的长廊 就是会有那个老人躺在那边 对对对对 然后硬小的说要泼水把人家赶走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地方 都在这里 对啦 但是人家马英九 我们马小九 当年他想象的是宫廷风 可能要有一些人会拿那个扇子出来 在那边 跳广场路 走路的那一种宫廷风 我懂我懂 他想象的是那一 他觉得他要给我们一个城市的美学 OK 然后只不过是一个 还不是中华民国美学 是中国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 然后歪掉了这样 好总之就是因为盖了这个屋檐之后 就是变成一个刚好的遮蔽的场所 然后所以本来龙山寺这周遭 就会有一些一些他们讲的叫做罗汉咖 对 反正可能就会睡在地上这样 然后就是通通就是聚集过来这个地方 对对啊你看 地上有这个不知道干嘛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星宿 看得出来吗 这看起来比较像是 他应该是把那个什么紫围 紫围抖出那个什么星宿 放在地上 看起来比较像龙虾吧 是啊 好像跟紫围有关 反正就是一些 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星象 对对 跟星象有关的 中国也有中国的星座 所以这确实就是那个星座画 随便龙虾 跟星象有关 没有错就是当时设计师的理念 然后呢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 因为那一片广 我真的非常抱歉 因为是毕竟这样 这边有他写 象征中国风水中左青龙 有右白虎吗 我看一下 左青龙吉祥之一 右侧船型雕塑 反映本地鲜明早期多以独木周围运输 渡河贸易 使用交通工具 然后 没有白虎 没有白虎 他没有写到白虎 然后中间 然后中间按照风水结合 北斗七星配置观景平台 画质 反正就是 蛮有就是想到那边 变成一个中国 对中国想象的 宫廷公园 OK 对啦 它结合中国星秀与西洋十二星座 所以这个是 哇 寄中口诱 我猜这是天蝎座吧 所以真的是一个跟龙虾有关的东西 对啊 这看起来龙虾其实是天蝎座 好 总之就是我对这个公园 我本来就非常的有意见 然后呢 我在参选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人都会跟我讲 北斗二十二亿打造五星级 蒙甲公园 其实我没记错嘛 没有错 二十一点多亿 所有人在参选过程中 所有人都跟我讲说 啊 酸下人都跟着 哇 大家起地都跟着 你看我台语是不是讲的 不是很好 然后呢 我更差 但是我只是发音不好而已 其实很流利 好 就是 大家都会跟我讲蒙甲公园 说选哪个上来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可以改变那里的问题 所以我选你又 你又可以做什么 嗯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直放在我心里 我会觉得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 选人 选对人是不一样的 这样 所以我一进到市议会里面 我就把 蒙甲公园所有的文件能办 我就通通都把它敲出来这样 所以我才会去知道说 它里面是设计理念 包括它当时的设计概念 那一个 那一个宫廷的长廊 本来它是要做叫做文化艺廊的 是要定情在那里面办展览的 可能是摄影展或什么等等之类 哦 是哦 然后现在就完全造成了 就是我们公园处盖的公园 造成了我们社会局极大的困扰跟负担这样 哦 对耶 嗯 好 总之因为就是天 这个建筑物开 盖好之后 街友就开始聚集过来了 然后呢 这个还 口碑很好 就是 大家觉得这边很好玩 对 对对对 就是口碑很好 传到了外线市 所以新北市啊 桃园啊什么 通通大家聚集过来 所以按照我们社会局列车这个街友 台北市有列车大概500多位 然后200多位在蒙甲公园 另外200多位在台北车站 就刚好都我选去 嗯 然后所以去年疫情三级几斤的时候 就是连街友也觉得你们万华很危险 所以街友 这边有群聚 不是街友呢 他们就离 他们就通通跑到台北车站去了 对 就那一段时间蒙甲公园街友也变少了 因为连他们也觉得我们太危险 然后 然后所以呢 一度 那时候就人生百味啊 就是我们关心街友团体 然后找立法委员 洪森汉 然后跟我 然后找CDC来 就帮忙看一下 因为北车门口街友 已经无法形成社交距离 OK 已经就是 已经是肩并肩的在睡觉了 因为太多人 嗯 好 总之 蒙甲公园这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街友 这个是一个政策 人为造成的结果 了解 所以对于在地人来说 会非常不能接受这一个标签 就是刚刚站长 意图要给我们贴标签 因为这不是他们啊 嗯 OK 就是你们搬过来 我们其实 有些人其实也是可以包容的 就是觉得说 哎 总是有敢抠郎啊 那不然怎么办 对 你把他赶走 他也是去另外一个店门口啊 嗯 嗯 啊 这边就比较不会淋到雨啊 嗯 只要不要妨碍到我们 就让他们在那边 有些人可以接受 但其实也有人是非常不能接受 这样 就是希望用各种方式 可以 可以 把这里进空 变成一个真正的公园 这样子 对 所以曾经有里长提议过说 把屋顶拆掉 他说 你们什么都不要做 没关系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们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请你们把屋顶拆掉 这样 然后呢 但是周遭其他里长又开始 尤其他 已经因为其他里长想说 万一拆掉 他们又回来 我们这边怎么办 所以究竟是要让他聚集 集中管理 还是要让他自然的流伤 因为 我都跟他们讲一个观念 因为里长常来跟我 跟我们反映嘛 接有怎么样 接有怎么样 一定 这个一定是零币的效应 但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你就算去到纽约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 是没有接有的 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很穷 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会有些人 他在有些时候 会落到这一个状态 总是会有人 在落魄时刻 你觉得很繁华的地方 都有街友 我们去纽约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转角啊 这边转角就一个 那边转角有一个 只是说 因为他没有聚集起来 所以我觉得 万华的问题是 当街友聚集起来的时候 这个管理的成本会很高 然后当你的政府 没有办法把这个管理 做好的时候 他就会造成更严重的零币 然后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污名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普遍 不会说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 你就去踢他 或是就是你想让他消失 我觉得台湾人普遍不会这样 普遍是有同情 你就算不投钱 你也不会想要把它推开 对 可是因为当你如果大量聚集的话 你确实会造成这个社会 这个社区里面 一个新的现象 那他就有管理的成本 对啊 所以那如果 像在地妈妈跟我讲说 我女儿从小到大 每天上学 放学要回家的时候 我都叫他 一定要绕过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 按照最短的路径回家 他一定要去绕路 因为他担心 他就是还是有自然 这个心情 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以理解 对啊 但是这些 但是真的有发生过自然事件吗 就是欢迎接有的 就是真的有 其实还不 但是不是很严重的 因为有一些 可能会喝酒啊等等的 然后可能会有些肢体的冲突 可是我还是要说 这个任何一个地 东区酒店的门口 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有钱人 有钱人各可怕 你们天龙人 对啊 酒喝的才多嘞 这条路 还会混酒 这条路最多 有些艺人喝酒后 就打计程车司机的 对啊 对啊 或者不要讲是谁啊 或是超速去撞墙之类的 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酒精啊 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当他是街友的行为的时候 就会被放大 就会被放大 对对对 所以 应该去污名化这些朋友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吗 还是现在能初步做些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街友 然后一个是蒙甲公园 对 我会非常关注蒙甲公园的原因是 我觉得一个公园里面 不应该排斥街友 可是一个公园里面 也不应该只有街友 就是公园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场所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做公园 我们都是用这个共融的理念去设计的啊 我希望说零到九十九岁 我这邮居要有可以给 又邻的玩的 我还要可以给老人进来 也可以有体验 大家都能来 对大家都能来 但是蒙甲公园的现况是 社区的人不敢进来 然后游客也不会进去 对 他现在有形成 他是一个有排挤效应的公园 我觉得就公园本身而言 这是不好的 这是不对的 就有点变得像香港以前 九龙城寨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但不代表说 我们要把街友赶走 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我这样讲 是好像也没有讲出一个解答 对不对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处理 但是街友 它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嘛 比方说 现在人生百味在做的 对 或是我们当地的团体 还有盲草清在做的 是很多是 让他们可以开始就业 对 从短期慢慢到中长期稳定的 第一个 本质一定是经济问题啦 对 在蒙甲公园聚集 只是已经是末端了 嗯 就是 所以你要怎么样 让他可以脱油这件事 这个前面 我觉得政府还可以做更多 我们市政府有做 这个在市政府里面 就叫做救服处 然后呢 也是有在做 煤荷街友 去就业的计划 可是我一进去 我就把那个资料 全部调出来嘛 就煤荷率非常的低 那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政府的做法是 我们补助企业 我们给企业诱因 你只要开缺出来 让我们可以来 煤荷街友的话 我可能不赢多少 这样子 好 煤荷这个 所以就有就业机会 是有的 可是当他们去面试之后 可能第一关 就算假如通过 第一关就很困难啦 假如通过之后 他要一下子进入到一个 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职场 是很容易在前面 就会拖人 因为他一个礼拜 两天没去 三天没去 人家马上就把你 犯了 就是矿职啊 对啊 因为街友的生活 自由惯了 前面你需要一个辅导期 这样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市政府的做法 就是说 我就是负责 开缺 然后媒合 我就到这边 后续的陪伴辅导 我觉得是做的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让他 可以进到一个稳定期的时候 才放手 这样 那这就是民间团体 他们现在做比较细致的地方 他可能甚至会帮他准备 怎么样去面试啊 什么等等的 嗯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就是如何 可以增加更多的 短期的就业机会 等等 然后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安置空间 大家都会想要 比较舒服的 休息的空间啊 如果更舒服的休息空间 谁想要在某家公园 对不对 当然 对 那我们台北市是有收容所的 就是所谓的安置空间啦 然后现在政府 已经不再去盖大型的收容所 因为通常会被 邻居抗议 会有灵弊效应 所以现在的方式 是找小型的空间 然后违伴 委托给民间团体来 经营 营运 比方说芒草新 就是也有承接 我们师傅违伴的空间 这样 那这个空间 可能将来要去解决 问题是 很多的机友会觉得说 我进到这个空间 就很不自由啊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的收容空间 目前总数来说不够 就供不应求 第二个是 他的管理 会让 就算你有房间 可能他们也不愿意进去 他们会怎么管理啊 就比方说你在里面 比如说你在里面不能喝酒 哦 你这样 你会去吗 不会 绝对不会去 这若一很不会去 柜子会去吗 这真的很两难 但不过 你可以喝酒 可是你可能要出去在门口喝 在里面不行 如果是我 我会总是要睡觉吧 可是你就比较没有自由啊 不喝酒我可以忍耐啦 屁了你最好是 所以柜子可以 若一不行 当我落魄到街头的时候 我还要再贪图这些 白兰地威斯技吗 可是说不定 那个时候 就是你那时候 唯一的快乐来源啊 那就是 喝酒可能就是 你那个时候 最落魄的时候 唯一的 取得快乐的来源 对不对 有可能啊 那我在路上喝就好了 我不能在梦里达公园喝完 再回家睡觉 也是可以啦 可是就是变是 自由是变得比较 可能我没有很懂 游民在想什么 对 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因为我不是经历过 那样的状态的人 所以我会很轻易地说 我可以 我就不要喝啊 也许 你讲的是对的 对 也许 身处那样状态的人 反正在烂面一条 你就狂喝酒 也有可能 也许对他来说 就是可能 我觉得不定 可能不定是酒精 就是可能到那时候 对他来讲 自由已经是他所胜的 对 那不如就 你连这个也要给我剥夺 我觉得有可能 但不过我们大部分 都听社工讲的 就是有各种的 这些因素 所以 在政策上面 就是一个是你经济上面 改善他嘛 另外一个是你的 安置的空间 就让 让他怎么样有一个 比街头更好的选择 这样 但我觉得这边要讲一个啦 就是 他们是游民安置 那听众朋友 我怕大家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都已经给你地方住了 还在那边叫叫叫 我就不能这样想 因为不能说 他们是 撤回底层的人 所以你给他地方住 那他就 就要听你的 我觉得这种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就是不对 你就这样想法 基本上就跟马英九讲 说我把你当冷看 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就不能用这种 不能 如果要 真的要去帮到他们的话 就千万不可以这样想 你要一定要能够 切他们需求 然后真的要知道 怎么做 他们愿意来 那才能够帮助到他们 所以我才觉得 盲草心啊 人生百味这些团体是很重要的 他们真的能够 想办法去找到 怎么做 才能结合到他们的需求 然后住进来 他们也是要配合的 就配合 比如政府 比方说就是 要求你必须要去找工作 然后比方说 你开始找到工作了 会强迫要储蓄 你可能 你可能一个月 几千块进来 几千块就是 社工会帮你存起 社工会强制 你要存起来 OK 等等 然后等到 一旦他的储蓄足够 可以支撑房租的时候 因为他们同时 还可以申请租金补贴嘛 那他 基于有的状况就是 有租金补贴 他也是租不起房子 所以他其实 现在要补 自己要补 可能只是另外一半 OK 所以当他的收入 可以足够撑起另外一半的时候 社工就会协 协助辅导他们去找房子 但通常 所谓找房子 就只能先租一个亚房 但那就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 只要他可以开始租亚房 他就可以慢慢的 进入到拖油 那有些是会 开始租房子 但是中间可能因为 可能比如说刚好 疫情来了 那些零工都没啦 他只要 他只要一个月 突然 这个经济不稳定 他就讲不清 他就很快就会落 又会出来 大概是这样 这好难喔 这真的很难 所以说 借偶的问题 有很多层面 但是政府一定 就跟民 我觉得要跟民间一起 因为民间有时候 比较有弹性 对 所以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现在社会局做的 除了委托民间以外 其实我们社工也非常辛苦啦 像万华社工 真的非常辛苦 去年疫情 三级几届期间 他们是 枕都关闭 因为他们确诊人太多 几乎都 几乎全部确诊 因为他们是 每周要定期去房子 每一个礼拜 其实某甲公务员跟北车街友 我们社工都是有夜间地区去访试的 然后疫情发生之后 他们就要定期去帮他们量体温 这是政府的社工喔 这是公务员喔 不是民间团体 他们晚上到地里帮他们量体温 然后 一有状况的时候 他们就要赶快处理 他们甚至不是卫生局的人员 因为他们只是社工 然后像那时候第一波 打疫苗的时候 去年啊 很头痛 就是我们应该 因为那时候街友我们也认为说 赶快打这一批赶快打疫苗 就在一开始还没有办法 大家都打的时候 不是有些优先的族群吗 对 也觉得说这个也应该 就放在地上 那时候扣人者不是说 我把这机友拉到前面来先打 对 也因为他又担心说 从那边会传染开来嘛 对 好 开始要打疫苗的时候 人家也不想打 你知道 因为那时候 大家对疫苗还是怕怕的 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一直都有 你在管理跟人权 中间的折衷 你可以强迫人家打疫苗吗 对 不行 对 对 可是基于公共卫生 你又希望大家一定要来打 我们就 我们还特别安排 这一批疫苗 优先给街友打 你又不打 这个 真的我们社工也是 真的是很辛苦 对 就社工必须要苦口婆心 然后一直劝他们等等 然后后来呢 其实我们是看到了高雄 我觉得陈其迈就真的还是比较聪明 对不对 陈其迈最开始的做法 人家就直接跟一栋旅馆谈好 旅馆 直接谈好 反正街友全部租进去就对了 反正全部钱就是我们政府出 就这样 直接解决 结束 不用管打不打疫苗 反正就先把 结束 对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三级警戒的时候 我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有够忙 就是议员办公室电视 那个电话是打爆 打爆 从早到晚打爆 主要都是在处理后送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的病房啊 救护车等 就是一团乱 尤其是在万华的那个期间 真的是很可怕 那另外一个 就是很常 但他们比较不用打电话 还好 我很感谢他们 但他们就用脸书私讯 可能每天都三到五通以上的 就是说 蒙甲公园的街友都没戴口罩 然后我刚刚去 经过哪边 呃 广州街路口 那个街友 阿伯又没戴口罩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一直要叫我们 叫警察去 这样子 就是非常 每天就非常多这种通报 口罩纠缠 那时候大家都口罩小警察 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知道 就是反映的民众 对于看到有一群街友 在公园 然后有很多 口罩确实就没有戴很好 是恐惧的 他光看到就觉得恐惧 这样 所以你就是 陈金脉是不是很聪明 呵呵 你就一开始就 对对对对 你一开始就给他一个旅馆 不是就好了 对 所以后来其实 有去跟社会局 建议这个方案 我们社会局后来也去美合了 也有一间旅馆 然后 那有原因他们愿意去住 对就是发生这个 就是有人愿意进去住 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不愿意的 因为你进到那个里面 你等于是隔离嘛 对 就自由又失去了 那个抽烟 不能抽烟 不能抽烟 等等的 然后他 重点是他又没有确诊 对 他又没有确诊 他其实不需要隔离的 对对 对就是我们要请他配合 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政府有提供这些社会福利 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有 要求 他要享有这些福利 他也是要去配合我们一些政策 比方说相对的 呃 妥协一些自由 等等的 嗯 不过这个真的很难要求嘛 你很难要求 就是他一定要 配合 我们都已经把它弄得很好了 对 但他要不要配合 这说真的 你最终也只能 尊重他的意愿 对 你不能说啊你是可怜人 所以我给你饭吃 你就一定要 把他塞进去他嘴巴里面 对 这不是做这种事情 因为回到法律来讲 他并没有做任何 不对的事情 他并没有犯罪 他并没有违反 什么相关刑在法律 对 所以 什么以天为背 以地为床 对 也没有错啊 嗯 奶奶你也没有错啊 这是人生的选择 没错啊 那去年春季起季的时候 有万华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茶室的议题 对 对 那茶室的议题 配音你有关注吗 哦 茶室 对啊 这也是听众非常关系的 我跟你讲 我是到去年疫情的 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 跟我们万华茶室的 小姐们 有了第一次的 接触 对 怎么说 就是因为那时候 嗯 五月中 六月 就是第一波 确诊很严重 整个爆量的那个时候 是一堆人 确诊都在家里 等救护车吗 对 大概万华的话 平均要等 一个礼拜 以上 都是常态 三天都等不到 这样 然后很多的小姐 她们是 一起租一个房子 或一起租一个房间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每天就很多 电话打进来 她们不会直接打给我们 她们会打给里长 在华西街那边的里长 她们跟里长 比较认识 因为她需要一点信任感 她里长打来 就是说 小姐打来 然后都在哭啊 就是她们整群的 有十几个 就是那 就是整群的窝在里面 都很害怕 因为她们都已经确诊 都已经有症状了 然后打电话来 讲话都已经在传了 可是在家里 已经等了三天 四天五天 就没有 卫生局也没人打电话给她们 然后电话又打不进去 等等 就是有一种 好像要被遗弃的那种感觉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全部人都管起来 那时候 万华 我那时候出去走嘛 就路上真的是空 没有人 从来没有看过 龙山是旁边 路上是空的 大概就是那个区块啊 华西街啊 广州街 空城 对 真的是空城 然后所以他们 他们就只能一直打给里长 这样 那里长要打给我们 然后一直联络 一直联络这样 然后后来 最后协调是 我们是派了一台公车 派了一台公车去 在半夜的时候晚上 因为也不想要让邻居 很想要打 对对对 所以在半夜的时候 派一台公车去 然后把他们全部借出来 那时候救护车 没办法派的问题是 因为他必须要先协调病床 否则你派出来 也不知道送去哪里 嗯 除非你是非常 已经到很重症 就先塞到急诊室去 嗯 但是那时候很 很可怕 因为我们那时候 急诊室已经是 全部都是满的 然后满到外面来 所以急诊室的医护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再处理 所以那时候就发生很多事 救护车送 因为家属当然很急嘛 然后所以救护车送 不管就送到 急诊室说没有办法接 但是 但是救护车不管了 就再丢包 对 都现在去再说 啊再到那边去 一定要处理啊 嗯 有大概是两周的期间 是怎么样混乱 在之后我觉得就 慢慢有在消化上轨道 所以 所以呢 是我第一次跟茶室的小姐 有 通过电话 然后 有接触到他们 然后过去几年 其实我自己一直有比较 避免去接触 原因是 因为其实议员 比如说以中中华区来说 有八系议员嘛 嗯 因为也不是只有议席 对 因为我不是区长嘛 就是所思 都归我管 嗯 所以大家可能有 大家会有各自 比较熟悉 正擅长的领域 OK 那茶店街 一直是传统的政治 嗯 本来就比较有在 涉及的一块 OK 嗯 因为它比较复杂 对 它里面 应的可能 可能交杂了 在地的势力啊 然后什么等等的 盘根错节 对 其实非常的复杂 那我知道我是一个 地方政治的小白 嗯 基本上 所以我前几年 是非常的谨慎 就是我是一个小白 你就不要 是新人 对 你真的是 不是 不是资历的问题 就是你不了解 那个脉络 你不要乱介入 这样 就我 除非我熟悉脉络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事 我才会敢去介入 通常是这样 那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茶店街这个领域 就比较是传统的 政治版 就 反正就比较有在 互动的 常遇 我发现我讲话 用之变得很谨慎 哈哈 对对对 所以像这个茶店街 他们其实有成立一个协会 叫做饮酒协会 嗯 很酷 听到那个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很酷 总之就我没去参加过 哈哈 其实都有要选民意代表 对所以 其实我坦白说 我是陌生的 对 但是在疫情之后 嗯 除了就是 当时这些救 后送救治的 很多很多的个案 然后跟后面 就涉及到了 因为当时茶店街 是由台北市政府 热令停业 对 不是中央 嗯 指挥中心没有这个权限 嗯 热令停业 然后呃 就停业 很久 对 然后大家一直在说 什么时候可以赴业 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呃 柯文哲 我觉得他们因为担心说 呃 毕竟 我坦白说 整个疫情 台北的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最初 没有把茶店街的 防疫管理做好 对 就是 那时候该做的实名制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做 导致于你一个个案 第一个个案发生之后 更没办法做疫调啊 嗯 就一下这样爆开来啊 其实是 我觉得更严重的职责 是在地方政府 对 因为你这个防疫督导 没有做嘛 等于你当时该去机查 都没去机查嘛 对 你都没有落实啊 嗯 好 所以说 他们也很害怕 就这样直接给他开了 然后万一 因为那时候疫情 谁也不知道 甚至会再来 对 那万一又复起了 怎么办 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市政府 就设了一个计划 就是说 现在你们这些茶店 你要复业的话 你要来跟我申请 那你要来跟我申请的时候 我要重新审核你的 包括你的图管 包括你的营业登记 等等的 那因为 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 因为他们知道 很多的营登 跟他实际的营业项目 是不符合的 OK 对 所以呢 市政府等于是用了一个 复业的这一个坎 来做重新的审查 因为过去就不省 对 然后所以算起来 那边总共一百七十几家 对 算起来 可能会有六至七成的 总是会有一个项目不合格 对 这样 对 所以呢 就是 就是用这个 那时候科师傅 就用这一个方式 这样 呃 不过我现在看起来 几乎都复业了 嗯 去把它改一改 嗯 就几乎都复业了 嗯 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大的问题 不是查电街 那一条街 而是中万华 就是龙山寺 然后 对面的蒙甲公园 地下街 旁边的剥皮辽 跟蒙甲夜市 然后华西街 吴州街 吴州街 就是查电街那一带 嗯 这一整代的街区 的再生 才是根本的方法 对 因为他 其实查电街 那时候 停业的时候 一直没有副业 也导致了 蒙甲夜市的生意 也削弱了许多 尤其是晚上的期间 因为可能长期以来 那边的消费者 有一部分就是客人啊 就这都 这都相关联的 台北市啊 就是我觉得过去 对于这个地方 或是过去 我们没有这个 街区 经济 或是街区 再造的 这一种治理的概念 它是用分层的 比如说我 观传局就管 观传局的啊 我商业处就管商业处的 然后呢 我龙三四的地下街 甚至是市场处管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是 楼上的摊贩的安置户 OK 所以那边贵市场处管的 对 甚至那一层是市场处管的 就是大家各管各的 然后没有一个 同整的 这里没有一个行政中心 对 它理论上 如果是按照日本的 行政组织架构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区工所 可是我们的区工所的权限 跟预算等等 非常的少 它层级是在民政局下面 所以它是一个局处下面的 附属机关 所以你一个区工所 你要来跟我观传局讲什么 你是可能只是我一个科而已 这个层级 对 所以没办法整合 对 所以我们这几年在讲的地方创生 我会觉得我们如果要从日本的经验里面去学习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行政组织的再造 那些我们看到 我们觉得很棒 我其实都 我都非常 我反正任何一个案例 我都觉得很喜欢 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喜欢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 他们那个旅游也好棒喔 然后这些妇女 然后又可以在渔村里面 怎么样 每个我都觉得很棒 可是我们要去看是它如何发生的 对 又举几个例子吗 你说 地方创生的例子 你说日本喔 其实台湾也很多啊 就比方说啊 比如说青年 然后回去农村 然后也许是协助在地的这老农 然后把他们的产品重新包装 然后呢 让他们可以直接透过网路通路来买卖 他过去可能是要透过农会 嗯 这个产销系统就一些被剥一层嘛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时价格也会被农会压低 对 那现在他们帮 现在有一个这个团队进驻 就可以让他们直接产地 等于是直接产地直送 然后呢 又有价格可能也可以加值啊 等等 就很多这种嘛 可能有些是经营的是民宿啊 然后加上什么套装的在地导览啊 什么等等 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认识这个地方 文化历史啊 反正任何跟这种有关的 我就是会很盲目的喜欢这样 但有些不是重点 就是重点是说 我们不能一直去仰赖 有一些很浪漫的人 愿意去返乡 对 或一直仰赖 很浪漫又有才华的人 又有创意的人 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发生这些事情 重点是我们的政府 可以怎么样有 打造一个环境 让有浪漫的人 可以不要那么辛苦 然后让没有才华的人 也可以做出不错的事情 这个很中肯 没有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好吗 对 对不对 好好好 所以重点就是说 理论上这个角色 应该是我们的驱工所 科路士你们如果去驱工所 走一趟就知道 他绝对就做不到 对对 他里面的人员的配置 他就要做护证啊 对 他就要做什么 他里面的科长 人文科 可能一年就是负责办一个活动 就是蒙甲 什么什么什么文化季 然后对他来讲 就是刚刚完成一个计划 所以他就是固定就请一个歌仔戏团 在某个地方表演 然后台下的人 反正也没关系 因为领长会叫邻居来 所以呢 就是KPI OK完成 就每年就是固定这样 结束 你永远都这样的话 不会有任何的新的事情发生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我们讲的什么街区 什么那些都绝对是一个名词 对 所以行政组织的改造啦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 应该要从 如果我们用社会科学来说的话 就是人类学的角度 人类学我们要一个整体观嘛 对不对 透过进度在这个地方 我去观察它所有的层面 然后找出一个系统 那我们现在的行政 比较是统计学的方式 我就是分门别类的去看 但是没有整合 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 因为当我们在理解 所谓的政府架构的时候 其实那也只是很表面上的东西 其实并不知道 如果它实际上落实在 像这样子的议题上 原来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现阶段的话 如果假设 要求市政府赶快解决的话 他们可以怎么赶快解决 还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对于这个政府 这个组织再造的问题 我觉得现阶段 是可以设一个专案 政府的弹性也很多 他可能没办法一下组织改造 可是你可能是 有你的府级 府级的秘书处 等下来设一个专案 然后我直接把 都发局啊 观传局 文化局啊 社会局啊 街友也在里面啊 等等 还有民政局 因为龙三四也在里面嘛 那市场处也要啊 因为旁边有夜市啊 等等 全部拉进来 然后呢 一起工作 我觉得一起工作很重要 然后讲到这边 我就要讲 这个事情 有一个人做得很成功 就是叫做新竹的林志坚 林志坚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所以新竹 为什么这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共建设 它的美感就是比较好 品质也比较好 那是因为林志坚 他导入了一个 他们找了一些建筑顾问啊 等等的 就是比如说 当我要做一个工程 我要做一个计划的时候 他会亲自 召集各个局处 一起来 从计划的源头 就开始一起工作 所以大家会各司其职 然后知道要做什么 但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 行政程序的话 比如说 观传局在政府赋予的角色 就是最后的广告推波 他们基本上是做 媒体采购的 那个人 对 所以呢 我前面我是 我商业处活动已经归号完了 那观传局 好 我帮你上一档什么 就这样结束 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来 发想说 我们这个要怎么样 把它的宣传发挥到最大的效应 也许你是 前面工作的过程 就应该要开始 可以揭发 这个我们怎么去准备的啊 什么等等 等等的啦 就是政府的组织 它的僵化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短期而言的话 就只要你首长有这个意志 你有100种方式可以做得到 不会因为说这个组织 就是在 谁来都一样 都改变不了啊 绝不会 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脑袋而已 那你觉得 柯文哲就是没有 就在等这句话 我想 我以为那句是你会讲 那之后想要问佩依娟 你觉得万华有哪些亮点 是可以运用的 跟观众讲一下说 万华的亮点 我觉得第一个是它的建筑 你在台北市 还要看到很多 比较有原始样貌的建筑 可能剩下万华还有 可是很多都需要被修复 那这些空间 建筑之后就是里面的空间嘛 里面的空间 我觉得也都有无限的可能 这部分是我觉得 将来的市政府 应该要赶快 赶快把它统整好 因为现在都更的脚步也很快 对 所以能留的就可以留下来 然后有很多的应用 我觉得这是它的亮点 因为这个是无可取代的 你要东西 你要怎么盖一盖不出来啊 对不对 你们那边 没有 我没有住东区了 再怎么有钱里面也盖不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有这些东西 这绝对是我们的宝贝 这一定是我们的亮点 再来就是这边 大家讲的人情味 我觉得就是它的社区动员能力 这在去年一起期间 也是展现了很惊人的能量 就整个社会网络动员速度很快 包含社区里面的工作者啊 然后NGO啊 然后也跟这个里长啊 营长啊什么等等 大家的合作的这个速度很快 我觉得这个社区的动员能力 它有无限的可能 就它如果要来做一个 经济的创生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像日本 他们一个街区 自己成立一个街区自治会啊 他们自治会自己来 来打造一个祭典 都是可能的 对当你的这个社区 自己有这么多力量的时候 政府我只要推你一把脚 我可能只要给你补助 给你辅导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地方没有 没有这样的社区动员能力 然后全部都由上而下计划 那一个成果不会那么没力 然后同时也不会 那个效果也会有限 那这个我觉得是万华 现在就有的条件 然后很明显的 在其他的行政区 我看到的 我觉得万华这个社区动员能力 是我们的亮点 确实因为台北市其他的区域相对来说就 疏离 确实啦 对对这是事实 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吗 我会讲太多话 不会不会啦来来 比较 比方说像跑团 万华的议员就真的非常的累 因为我有比较过 就比如说宋山新医区 然后是大安区等等 他们的里长没有那么热爱办活动 然后呢 像是 像什么万华 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 真的很累 真的很恐怖 就是大家都会比较说 隔壁里有办中秋晚会 我们里长怎么没有办 然后隔壁里有摸彩 还有脚踏车 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个 什么之类的 这我听说 对对对对对 会比奖品的 会比奖品 会比奖品 奖品也会 所以你光是没办 你就已经很惨了你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社区活动 就是因为区公所每个月都会有那个 上传那个活动表 我们这边就是就非常的长 我们活动就比较多 所以我一直记得 我那个时候还在跑初选的时候 也是上中天吧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中天 你到领域坊 就是我们前立委 我到前立委 他说你要选万华 他说万华是一个劳力密集的地方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后来我马上就知道了 然后神明又超级多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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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里长又来办活动 然后我们神明非常多 听起来真的是 万华比起其他台北市的 行政区比起来 他实在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很有特色的地方 对比起这个贵之珠的内湖 内湖就比较无聊一点 对啊 就连社门桌内湖都 黑压压压一片 内湖是晚上黑压压压一片 内湖不就是旅馆啊 那个是大直内 就美丽华内袋是旅馆 我比较不熟 然后内湖主要住宅区 就内科 然后过去就住宅区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跟万华的风景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内湖晚上 因为我们家内袋就住宅区 晚上就搭到的房子里面 没有人 路上我们就没有人 不要考虑搬过来 有住万华吗 有考虑房价比较便宜 对 不要有机会买得起 来考虑来考虑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儀来我们节目 然后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 然后又把万华的特色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没错 对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个在 陪你抱抱 这个是佩儀他们的办公室发行的 这个刊物里面有介绍一些万华的一些特色 在哪里可以拿得到 万华某一个角落的早餐店 没有啦 我们有线上版的 所以可以到我的粉丝页 我们就有线上版的可以阅读 OK 好 这里面有介绍很多跟万华人文风情 或是到我的服务处 蒙家大道254号 好 大家听好了 到服务处可以拿到这本刊物 了解更多万华 或者是早餐店角落 说不定真的拿得到嘛 对不对 然后这本最后面还有一些议员的市政服务的一些资讯 对 有需要帮忙的话 比如说免费法律咨询 我们有一些朋友就在那边服务 好 我们今天谢谢佩儀来我们节目 谢谢你 谢谢